Hello 大家好 我叫Sinna 我是The Life of Megan Peutay的創辦人 為何成立這個品牌呢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是做化妝師出身的 很仔細去研究不同的產品 最後創立了純素純天然的護膚品牌 在2018年成立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貪美的 要皮膚好才會照顧妝好 甚至不化妝也很好 所以我就由化妝師開始轉了 去製造純素的護膚品牌子 因為我們主打的全部牌子都是香港新鮮造 我們裡面是沒有任何防腐劑 沒有任何添加劑 即比起其他大牌子 他們要很長時間運送 所以他們下了很多穩定劑和添加劑 但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皮膚 會令我們皮膚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全部都沒有這件事 而且我們的產品主要是配合香港的潮濕天氣 我們的水油比例全部都是九份純露 即是花水 有一份油 變成了茶落麵都很清爽 因為我自己都很怕很黏 我們的產品就完全適合香港的用家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BB濕疹膏 其實這個本身是做給我六個月大的女兒去治療 去濕疹的 因為我們用有機純露做 全部材料有機 很快其實我女兒的濕疹已經舒緩到 在媽媽群裏面都是超多媽媽買回去 說對嬰兒很好 又不需要塗鋁固醇 第二個就是女士用的 就是我們的保濕面膜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主力做保濕的 裡面有海棗提煉膠原 有白玫瑰花唇露 還有海棗糖 海棗糖是一個很大牌子 都是在用的 所以其實這個面膜我有很多客人 提及到保濕度超級好 很多客人都是六瓶六瓶買走 不是誇張 你問我我自己都是真心推介 無論冬天和夏天 它都是很水潤的 而且一點都不膩 其實剛剛開始 都很感恩 因為那時候我很多朋友 都一直用 他們覺得很好 其實他們本身是送給朋友試用的 但他們說不如 其實效果真的很好 不如你真的成立一個品牌 然後去賣 他們說要付錢 我開始都半信半疑 是否責價 就開始認真去創造這個品牌 其實我覺得 感恩是很多同路人去支持 而且他們很相信我的專業知識 所以其實 一開始都不錯的 但我自己一開始比較佛系經營 所以都覺得 你們來找我我就好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難銷售的人 但又覺得好像 頭幾年有點錯過了去做市場 不過都不要緊 我自己個人本身的性格是這樣 就一直做好基本事 然後去繼續加油努力 下一步我們想找更多的銷售點 讓大家可以更方便 還有我想主力都會做多些線上的 不同的宣傳 或者可能是一些媽媽咕咕合作 等多些對皮膚敏感的客戶 或者是一些著重天然用品的客戶 可以更加接觸到我們的牌子 繼續去發揚這個純素的護膚理念 因為我只好喜歡小動物 除了我們用自然的東西 對於保護小動物 也是一個核心 首先一定要塗防曬 無論天氣任何年齡都要有防曬 抵擋UV的傷害皮膚 還要記得用物理防曬 因為出現很多化學防曬 其實有刺激素的影響 第二個點 就是一定要做足清潔 無論我們有沒有化妝 一來香港空氣污染問題 第二點 其實我們可能塗很多護膚品 過了一天都會氧化 所以都要去徹底清潔 記住我們清潔 無論用洗臉奶、卸妝 都要用25度的暖水去洗臉 就是最好的 不會傷害皮膚 亦都可以洗走一些 髒的油脂和分泌 第三點 就一定要做足保濕 因為保濕是最重要的 我試過化妝化過兩個母親 都是50歲左右 她的皮膚好像剝殼雞蛋一樣 但她們就跟我說 是每天做好保濕 這樣就可以保持到皮膚了 多謝職場Marketplace 給我們這個機會 大家記得點擊留言 和follow我們的頻道 另外如果想找我們的產品 可以follow我們的IG 和去銅鑼環 和尖沙咀的Art Piece 就會找到我們的產品 謝謝 拜拜